您今天高瘦了 89 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大学教书 这位爷爷89岁高龄了 他年轻的时候是大学老师 他长寿的方法听起来不难做到 但是很多人可能无法坚持 究竟是什么呢 听爷爷是怎么说的 您一直住在这院里 住多少年了 我解放 解放后就来了 康人战争生理后就来了 真棒 老北京 也是老革命了吧 没干过革命 儿童团 过去蛋糕放手 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大学教书 大学老师啊 真棒 您进北京之后就是教书吗 我在北京念书 大学毕业后又到山西去了 我本人就是山西人 您是山西人 回山西去教书了 在山西教书 教了一辈子书啊 我一教到后来又回来了 后来我父母在北京 我不回来也没人照顾 后来我就不教书 我就回北京来了 回北京干别的了 做什么呀 行政工作 行政工作了 哦那没教书了 那遗憾不遗憾啊 也没有什么可遗憾 那父母怎么办呀 那就是 把你养活这么大 你 他没人管 这北京没人管 没错 您这孝子 让他们回去 我说实在 他们也一直在这儿住 也不愿意回去 在这儿住习惯了 自己还是子女回来 后来没教书了 是不是这个退休金有影响了 退休金现在多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我们的退休金 好像跟现在的政策 好像不一样 不一样 我也闹不起 究竟什么不一样 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能有多少 现在我也说不清楚 八九千 没有 八九千块钱 我估计 我不太 不太 不太 不太关心这事 是吧 我不管 我的钱也有 自己管 嘿 真棒 你马上到九十了 九十岁了 国家还有补贴呢 还有啊 对 还有补贴呢 那那好 对 有咱们的享受 对对对 国家关心 对 所以祝您长寿 多拿水油军 谢谢谢谢 您咱是住了一辈子了 这条湖团 对 也可以这么说 有什么变化吗 这条湖团 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过去比过去乱一点 车水马龙 过去都很简单 没这么多车 没有 对 你看现在这个车 摆在这 交通过来以后 是 叫车还能过去 大车过来以后 过去 就退了装口 这个很简单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要是什么救护车 消防车都进不来 那是啊 您身体怎么样 你看我怎么样 我看您身体挺好的 特别硬朗是吧 是 嘿 真棒 有什么嗜好吗 抽烟喝酒 都不了 都没有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 所以身体才这么好 这也很难说 有些东西 不是那么很死的 关键在自己 或者说 自己这么羞咬嘛 把什么事情看着 别瞎较劲 你较劲 人家没事 你较劲 你自己的气都受不了 何苦呢 对 有道理 大一点 您说这也对 所以这可能就是 您长寿的秘诀 现在你必须这个 谁能顺着 你的意思都干 是不是 你说老姐 所以还是自己想开一点 你再给我总结的好 必须自己想开了 您现在自己住呢 跟子女住呢 我女儿跟我们一起 女儿照顾 贴心 老伴身体也挺好 嘿 真棒 整个的环境 家庭环境也挺要紧 比较融洽 家庭融洽 不和睦 是不是 对 跟子女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这个那个 较劲 子女也不跟大人较劲 大人别跟子女较劲 嘿 这不就行了吗 对 对 您说这对 就是保持心情舒畅 对 对 对 您这真棒 耳不龙眼不花 腿脚力 耳不能眼不花 真羡慕您 因为我们这代要能到老了之后 要能像您这样 那真是太好了 没问题 都行 都可以 都能做得到 好了 那我祝您这个长寿 谢谢 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 再见 您觉得爷爷说的这个长寿方法有道理吗 您能坚持做到吗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